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來月世界 那這次光棍節呢 月世界 因為之前影片 好像收音收的特別不好 Mine特別問題 特別在光棍節的那一天 買了Mine 然後剛好今天到貨了 就用這支影片做測試一下 看看 那個收音的效果好不好 然後以及那個 放出來的那個 影片的那個聲音好不好 但是就 剪輯部分月世界還是沒有太大的時間可以去學一些 剪片的工 剪片然後一些 特效出來所以 就比較沒辦法 去滿足各位需求 那就大家就 就 就委屈一點 看一下那個 那個 都沒有所謂那個特別的那個 特效的影片 那我們今天先就進入 影片的那個正題 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些 呃 禮包碼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了啦 那如果沒有用的話剛好可以 可以拿拿去用一下這樣子 那第一組禮包碼 它是 就是 SM 然後4個8 SM 4個8 1234 它可以兌換 兩個5星的那個隨機降魂還有5萬的銅錢 就 到時候月世界會把那個禮包碼 放在那個 下面 那大家可以直接 透過那個 影片下方 的資訊欄可以去看到那個禮包碼 的號碼 那第二組號碼是 HH 有這個小血 HH 然後 NN 67 這個是也是 兩個隨機的五星降魂然後 武將經驗的部分 今天的音樂特別的輕鬆 讓大家有個愉快的那個假假日喔 然後 第三組是 DBC 三個8 DBC 888 讓你一路發 好喔 這個 奪寶券兩個 看看能不能讓你抽到 好的 我覺得好的應該是如果有機會 在那個 這裡 奪寶部分 在那個幸運大獎那裡 最有機會 也有 月世界有看過 這個幸運大獎是五星隨機降魂50個喔 所以大家 如果說 非必要是英雄崛起的任務啊 他終極任務必須要解500 500個那個 奪寶 如果要解500個奪寶你就 不太需要刻意去留 那就是每次只要 免費刷新啊 他有10萬 銅幣有10萬 月世界幾乎都會直接刷 就直接刷下去 因為其實銅錢對 與 V0的玩家來說 前半段還是蠻缺的啦 到後半段倒還好 比較缺 或許會是那個 所謂的武將的經驗啦 武將經驗就會比較 勸缺一點 就是那個綠色的罐子 那我們再回到 那個福利這裡 然後福利這裡 其實 忘記跟大家講 福利這裡 可以輸入推薦嘛 那你也可以從左上方的那個 人頭點進去有沒有 然後 然後在那個系統設定這裡 那這裡有個禮包兌換 你也可以從這裡 去做那個輸入 剛才輸入到哪裡 忘了 3個8是不是 然後下一組是 Lith 3個6 Lith 666 兌換 好10個輪迴10喔 我比較不喜歡在這個介面 有點鐵因為這介面就 會看不出我到底打了什麼字出來 然後再一組是 G K D 我們試試看 小血能不能用 222 好他沒有分大小血所以大小血有無差 所以是 G 那最後一組是 GDX GDX 然後 999 讓你長長699 讓你長長699 好那以上是月世界 分享的這幾組有關於那個禮包碼的部分 那我看一下 現在應該也 進入到這個主題來說其實沒有什麼 就大概先分享到這裡 那如果你覺得我影片還不錯的人 麻煩歡迎在下 幫我訂閱 訂閱 訂閱起來 然後 看我的那個訂閱數能不能來 一個破千 因為世界才有機會有多餘的錢 可以去買一些其他設備 來 製作更好的影片給大家 那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我們下一則影片見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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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